我是李杨家 你爸就你这一个儿子 你得请住啊 我们只做觉得对的事 不管结果试试 好的坏的都得结 田荣跟李万斌的爱情 非常的接地气 这两人让我们看到了 普通生活中的奋斗身影 田荣跟沐家一样 法律专业大学毕业 可是这个姑娘并不擅长打官司 甚至面试都会吞吞吐吐 对那些声色的法律条款 为了忘了忘了呗 对于她而言是痛苦的事情 但是只要谈起房子 田荣两眼放光滔滔不绝 这才是她喜欢的事业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 坚信自己会在这个行业吃到红利 李万斌跟父亲也是在倒筒房子 父子俩认识了田荣 这李万斌还喜欢上了 这个善良的女孩 李叔却觉着田荣太过精密 因为他觉着干中介的 都是八百的新颜子 一棍子打死不同一儿子 跟他交往 李万斌为此离家出走投关田荣 田荣这次也是霸气得很 直接跟李万斌登记结婚 夫妻俩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过去一直靠父亲养着的李万斌 终于体会到养家的辛苦 不再像以前一样整天着迷游戏 踏踏实实地干一份工作 想要成为田荣的依靠 儿子结婚李叔当然按捺不住 跑来找田荣谈判 他可以帮着田荣赚钱 但是田荣必须把儿子还给他 田荣直截了当地拒绝 李叔一生气脑溢血晕倒在地 田荣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一直在病床前伺候他 而且还垫付了三十万的医药费 李叔出院的时候 知道田荣为自己做的一切 这才明白 娶到这样的儿媳妇 不是吃亏是捡到宝 劝小夫妻俩赶紧回家 要为他们补办一场婚礼 一起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